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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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完整就是个心而已 就万法为心 因为你告诉是没有那个心 哪有万法的 对 那法都叫你心去诠释才有法 然后心去成就才有法 要离开心以外的 你根本不知 何况还有法可以说 连法都没有 因为心它能够成就一切心 心在成就一切心时 它叫做法 所以法也是方便 但心在成就一切心时 仔细思维它就是一心 所以它也不动 所以法都不可得 但是不可得中 你却要有担当 却要有智慧 知道它随缘能成就万法 因为你不能不随缘 就像镜子 你知道镜子它非清光赤白 但当你知道镜子 非清光赤白时 你反而更能够担当它现前 它能呈现清光赤白 对吧 不是说我知道镜体 非清光赤白 所以我就不照清光赤白 那就不是镜子了 而是你明白 它超越清光赤白 所以我才能担当 它能够随缘现清光赤白 反过来说 因为它能够随缘现清光赤白 所以我知道 它一定不是清光赤白 对吧 你不能拿清光赤白来衡量它 那个叫做 佛门中中讲 那个心中最初体会的空性 这是心经讲的 就万法皆空 那个空不是没有 那个空是那个寒弱 你也可以看到有 但你不会剁在有 那是真空 所以才说像虚空能容万物 它能容纳种种有处 你才能够知道空吧 你要说我家有个空间 但不能放一样东西 那还叫空吗 那就不空 空是因为它能容纳一起 所以反而为你讲有的时候 你体会的是空 那个意思就是 反而为你讲感觉的时候 你体会的是觉 那就是心经 心经 其实心经我们常读的 你们读这个基础符 一定要读心经 心经就在叫这个 色不易空 空不易色 色不易空不是有个色 有个空在不易 而是当下告诉你 你站在心上 学体上 看色的时候就知道空 看空的时候就是色 色不易空 而是站在心上 看色看不空 而不是从色有个空 空有个色 那就是千万台的 然可以 看色彩的 变得 偶像 感谢观看